汉文帝刘宏在位时期 开创了龙袍颜色的先河 他认为黑色过于压抑 不符合汉朝的国家形象 因此决定将龙袍的颜色改为红色 红色寓意祥瑞和吉庆 符合汉朝的国家气象 而且红色龙袍也更加醒目 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皇帝的存在和权威 此举也显示了汉文帝在继承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基础上 不断改革创新 提升帝国形象 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地位 然而汉文帝的这一决定也引起了许多质疑和争议 一些文人士大幅认为 汉文帝的改革有为先朝的传统 破坏了朝廷的稳定和传承 另一些人则认为汉文帝的改革是必要的 是时代的需要能够让汉朝更符合新时代的气象 不论如何 汉文帝的龙袍改革至今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对于后来的王朝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 唐朝黄色龙袍的确立隋朝时期 隋文帝阳间和隋阳帝阳广都使用了鲜艳的黄色龙袍 这一颜色在唐朝时期进一步得到了确立 成为了帝王专属的颜色 唐朝的黄色龙袍主要是源自皇帝之一的传说 是为了纪念皇帝而设立的 唐朝的黄色龙袍在颜色鲜艳和华丽的程度上前所未有 成为了高贵尊荣的象征 唐朝的文化和艺术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峰 黄色龙袍的出现更加深化了唐朝文化的沉淀和传承 当时的诗人杜甫就曾写道 黄文飞控不动尘 欲坐光辉要九天 龙衣绣炼春风宝 和美宝具夜光源 总之龙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合 其颜色的变迁不仅是各朝代政治 文化思想的反应 也是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文化内涵的体现 每一次龙袍颜色的变更 都代表了当时王朝的文化和精神风貌 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在汉文帝时期 龙袍颜色改变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 他还大力推行法制建设 例如成立立 县 郡 国各级法官 建立了行民分离的制度 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等 同时他还推行文教政策 为后世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基础 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文帝时期的改革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 还在文化 习俗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例如 他改变了当时的婚嫁习俗 规定男女双方要经过父母 秦游等都方协商确定婚约 杜绝了包办婚姻等弊端 汉文帝时期的改革 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的改革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 文化 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发展 也影响了后世许多君主的治理思想 汉文帝时期的黄赤色龙袍 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君王服饰的代表 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忽视 龙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的专属服装 也是一种重要的封建利益 在历陶历代中龙袍的颜色选择一直备受重视 在秦陶黑色作为皇帝的龙袍颜色 仅仅持续了短暂的时间 在汉朝时期龙袍的颜色有三种 红 黄 绿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着皇帝 秦王以及官员 隋唐之后黄色逐渐成为帝王的专属颜色 隋文帝就确立了天字皇 魏族诸红 世人吕松 明清黑的肤色等级制度 此后历代的皇帝基本上都选择黄色作为龙袍的主色点 宋太祖到匡印称帝之后 制定了黄袍加深的复制 彰显皇权 在他的影响下 明清两代的皇帝也延续沿用了黄色龙袍 相比黑色给人压抑感 黄色更为大方明亮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礼仪观念契合 所以被历代帝王才能沿用至今 黑龙袍成为历史的标志 但现在已经不在为后人所用 黑色在龙袍上被打入冷宫 不再被使用 成为历史的遗产 一方面黑色给人压抑感 与封建礼教不符 另一方面 黑龙袍与秦朝的残酷统治紧密相连 历史复复不得 即使到了现代 人们谈论起也会和黑龙袍画上等候 作为秦朝专制统治的一个象征 如今在各大历史博物馆里 其实皇陵出土的黑色龙袍 成为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展品 参观的游客们也会因为这历史的标志物而津津乐道 尽管黑龙袍已经成为历史禁忌 但其神秘色彩会永远流传下去 历史学家分析 黄色作为帝王专属的象征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礼仪观念契合 敬业的朝福将人表示 我们为皇上缝制着黄色龙袍必当金标细秀 一丝不苟 绝不能失了皇权的颜面可以看出 黄龙袍已经成为帝王专属的象征 曾经的黑龙袍已经成为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 它停留在了根源前的那个年代 成为后人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 金人只能去参观 研读和思考 但黑龙袍作为一段历史 其神秘色彩会永远流传下去